民眾在網路上PO文說 他5月7號一家人去這個武嶺農場 然後武嶺農場 然後40人只有一個人戴口罩 然後有很多人都確診 那指揮中心這邊沒有公佈這個 公佈這個足跡跟疫調 他們有點恐慌 因為裡面有很多這個中永和的民眾都有參與 那這邊想請指揮中心幫我們解答 有關這個旅遊團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這位死亡的個案 應該也是5月7號到8號 有去參加這個旅遊團的 那這一團的遊覽車友是12人 所以像這一位個案 他就是在5月18號 就是威嚴局有匡列 這個遊覽車的確診病患 就等於是威嚴局有針對這個個案 做接觸者匡列 所以他才會被去要求去採檢 那所以他19號就是因為這個 接觸者採檢去做採檢 那到21號這個死亡 那所以有關這個接觸者的部分 當然我們會再跟威嚴局在詢問 就是其他的接觸者是不是都有列入居家隔離 不過由這個個案 他的確是已經做了居家隔離的部分 之後也會議局並作出 來說是開動的部分 我們不會再看 跟我們會議員 以及總結 這個大家感受一下 我們會進來的 我們會不會太動 我們會看 我們會繼續